最后,在焊接上比作,一键进胎蓝胎形,就算制作完成了。 同胎制成后,首先要将胎体进行酸洗,除去胎体两面的杂质。 同时,要检查胎体是否周正,并用钢挫把胎体边线的深处挫干净。 然后,准备好掐丝用的一些负量,并用圆规沾上墨水根据图纸体材结构,在胎上画出墨线。 这样做,为的是纹样,应该在胎上进行定位。 根据图纸的纹饰,了解所代表的年代及文化寓意。 主体纹饰依据墨线在胎上定好的位置,再用拷贝纸及副鞋纸,将主体纹饰踏在胎体上。 这样做,是为了在沾丝时,能够沾得准确,到位。 根据胎形尺寸,决定掰丝时所用扁铜丝的型号。 接着,用特制的掰火工具进行掰丝。 掐丝弓手中的掰火镊子,运用字录,有如灵巧的画笔。 用若干丝组成的扁铜丝,按照图纸,掰成,油斑,克尔,尖做成的纹饰。 这也是难度较大的一个工序。 每一条丝,都经过纯手工掰之后,成为一个个精致的纹饰。 传统锦牌栏高超的记忆,就挺现在这里。 要想达到如此的熟练程度,需要有几十年磨练的功底。 有些传统文师主,大明连,高子连等文师,不需要图纸。 他们属于老艺人随意掰执的文师,是经过一代代老艺人口传新手传承下来的记忆。 如果图纸是花鸟文师和人物文师,就要注意,在掰执花鸟和人物时,要形象逼真,花形要潇洒,鸟的造型要准确,羽毛要有层次感。 鸟爪要小巧有力,要用掐丝记忆,表现出鸟儿活灵活现的情趣。 掰执人物时,要把人物传神陆化的神态表现出来。 掐丝,是景泰兰制作工艺中难度较大,不易掌握的一门记忆,也是体现设计者设计理念的一个重要环节。 掰完后,将掰着好的铜丝与辅料一起放入炉火中,经过火烧,若干丝组成的扁铜丝,便会变成一根根柔软的扁铜丝。 用粘活的链子,按照胎形上套好的纹饰,将柔软的扁铜丝,粘上白鸡,粘在胎皮上。 粘活时,要不走样,铜丝要粘牢,粘实,粘形。 主体纹粘好后,再决定粘什么地儿纹。 景泰兰的掐丝地儿纹,多种多样,一般要根据纹饰表现的主题,决定粘什么样的地儿纹。 地儿纹,也是掐丝工序中的关键缓解,要与主体纹饰融为一体,表现出时代的美感。 掐丝完成后,俩然就是一幅没上色的画卷。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景泰兰行业标准的起草者, 发廊厂在每道工序中都是有严格检验的。 所有产品只有检验合格后,才能将这幅画卷转入下道汉寺工序。 景泰兰之所以称为火焰艺术,是因为它的整个制作过程要经过近十次的烧制。 其中,汉丝需要进行两变,温度要在900度左右。 将制品身上均匀地筛上铜汉药。 铜汉药是由铜、锡、锡等成分组成的。 汉时,炉温及火力要适度。 第一遍,只是把药均匀地筛在铜胎上。 所以第一遍的汉丝不是汉毛骨。 汉后,要认真检查是否有掉丝、倒丝的问题。 如要发现问题,要及时修整,修好后,进行第二遍汉丝。 第二遍汉丝,要掌握好筛汉药的厚度,适当地喷水。 然后选择好合适的温度,将制品放在炉边烤干。 再经过两变烧汉后,制品上的丝已经牢牢地焊在铜胎上。 汉后的半成品行画叫做白火。 经过酸洗,用硬气冲刷和清水冲洗晾干后,就转入了扁蓝工序。 扁蓝,就是给景泰蓝涂上油料。 它对制作者以及工作环境要求很高。 工作台要保持干净,勤换蓝盆里的水。 操作室,制作者,双手不能沾有污渍。 点来用的工具是蓝枪、吸管和一些特质工具。 接到白火后,先要用清水进行清洗、擦干。 遇到成队的产品,要检查是否成队,套火是否成套。 同时,还要充分理解胎上的文式,以及文式之间的透视关系。 点蓝济湿,在点自然紧握时,要分清脑脂、内液、梗、根及花草木本的生长规律。 点传统文式,要清除文式趋向、文化内涵及年代特征。 点蓝的诱料,是以石英、长石、银石,以及一些矿物质为原料。 加入起注冻作用的彭砂,及多种贵重金属氧化物着色剂。 经高温烧制而成,质地很细,像是沙子但不沾手。 这些诱色的配比,是一代代老艺人口传新手传下来的。 配色是,要注意诱料的木树是否一致。 根据诱料的特性进行配色。 冷暖色要协调,层次要分明。 用色彩表现出空间距离、主色,以及远近关系。 注意色相和纯度的运用。 每套诱色的剑变,都要达到八到十种。 这样,才会使色调更加细腻。 由浅到深,才会更加自然逼真, 以达到更加完美的艺术效果。 第一遍点蓝,行业内称为点头火。 点头火的厚度,是铜丝高的三分之一左右。 不能过薄,也不能过厚。 点蓝时,蓝面要平,不能串色。 小的缝隙要盐,要润。 上下口色调要保持一致。 井泰蓝诱料属于硅酸盐范畴, 将诱料研磨得再细,也不会溶于水。 所以,济湿要用棉花轻轻放在刚刚点完蓝的地方, 水就会自动被吸进棉花中。 头火点好后,接着是浸炉烧制。 烧蓝的温度在700度左右, 为了防止烧蓝时蓝料下坠。 有些产品还需要在耳朵挂上那层诱料。 所以,要事先将诱料筛好, 由于诱料属于蓬松的粉末状。 所以,经过高温烧结的诱料凝结后, 就会贪婪进去。 虽然附着在同胎表面, 但却低于丝面的高度, 所以,还要进行二次点蓝。 行业内叫点二货, 也就是网门时间重新填入 与点头火色彩相同的诱料进行烧制。 点二货, 这也是点蓝记忆的关键场序。 厚度是丝高的三分之二左右, 润色也会更加细腻。 二次点蓝, 在画面的每个细节都要涉色讲究。 即使手中的蓝枪和吸管, 如同画笔一样, 在胎体上精雕细琢, 穿梭在蓝料之间。 点蓝的记忆都是纪师将美术知识 与点蓝记忆结合后的完美呈现, 使色彩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为了使点蓝的右色更具表现力, 即使无论点什么本事都要讲究色彩和谐, 润色细腻自然, 使整体像果有立体感、层次感, 才能表现出景海兰高贵典雅之美。 大部分产品在经过两三次的烧烂后, 色彩艺术效果也基本呈现了出来, 但还要对产品整体进行细致检查, 看看是否有串色、埋丝、倒丝现象。 发现后进行及时处理, 然后在产品的表面盖上一层亮白进行烧制。 亮白是一种透明无色的用料, 晶莹剔透。 产品在点蓝烧之后, 表面高低不平, 亮白能够起到调节盖屏蓝面的作用, 同时也能提高产品的光泽度, 为下道工序打下良好的基础。 烧烤后, 在经过严格的检验之后, 才能转入向导工序。